哈喽,今天的不专业香瓶呢,为你带来的就是 Nasiso他们小方瓶最新的这一款Crystal的香水 如果你有在关注这瓶香水,或者你也是Nasiso香水的爱好者 想要听一下我对这一瓶香水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欢迎你 我是Chloe,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 所有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了 我已经收到了不少的留言 想要我来分享Nasiso他们家小方瓶最新的这一款Crystal的香水 那我先预告一下 我不单单会review他们小方瓶系列最新的这一瓶香水 近期呢我还入手了 就是小方瓶系列他们另外一款 他们Nasiso Amber 橘色瓶子的那一罐EDT形态的香水 那一瓶呢我会另外再拍一支 就是EDT和EDP形态香水的差异性在哪里的一个影片 今天会单纯的来分享到我对这瓶全新香水的一个感受 那这一瓶香水呢是他们香水线一款全新的气味 包装呢和之前的小方瓶系列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次呢是用到了这种非常淡雅的浅浅的粉红色 作为主题和我身上的衣服非常的搭 那Nasiso的小方瓶系列呢我之前已经出过详细的香瓶影片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想要了解一下不同的香水之间有什么差异性的话 可以回看我那一支影片了 那这一个系列呢其实每一瓶香水都是围绕着一个不同的香材来创造的 那这瓶全新的Nasiso Crystal的香水呢 它是整个系列当中唯一一瓶全透明瓶子的香水 也是一瓶呢特意针对着春夏天推出的一瓶气味 整瓶香水针对着的或者说最突出的就是一个小苍蓝再加上玫瑰的花香气 那这瓶香水呢选到的颜色也好 透明的瓶子包装也好的的确确与这瓶香水的气味非常的贴合 就你看到这瓶香水我告诉你是小苍蓝是玫瑰 再搭配着就是Nasiso他们比较签名式的这种色香气 基本上你已经可以想象到这瓶香水的气味了 因此呢我也可以这样说 我觉得这瓶香水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直白且大众讨好度很高的香气 但是但是大家都知道嘛 我非常喜欢Nasiso他们家的香水 然而我喜欢他们家很大一个原因是来自于他们家 做出了我在设计师就是mainstream的女香当中的辨识度 做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扩香和持香能力 然而这两点呢在这瓶香水当中都是没有的 所以于我而言呢作为一个Nasiso香水的爱好者 因为我知道你们想听我对于这瓶香水的一个香品吧 所以我还是入手了这瓶香水 那这瓶香水的气味 我感觉对于绝大部分的女生 除非除非你是不喜欢色香气 那首先你应该不会选Nasiso他们家香水吧 好除了这个人群以外呢 我感觉其他的人呢在任何的时间场合不分季节的情况下 你都会找到机会喷上它用上它 我也能看到它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的无脑香水选择 上班上学这些情况下呢也是很适合去使用的 只是我觉得这瓶香水呢真的没有很特别 而且是一瓶呢很容易穿啦很百搭 但不会让我留下太多印象的一瓶香水 再直接一点说呢就是那种你闻过以后很快就会忘记的气味了 这瓶香水我穿戴了完整的两天 在这两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并没有感受到它太多的三调变化 相比起Nasciso小风瓶系列其他的香水 这瓶香水的确是要更轻盈更具有透明感的 因此呢尽管在比较高温的夏季你也会很适合使用到它 那整瓶香水从头到尾给到我的一个香气 就是一股蛮年轻的蛮有亲和力的林家女孩般的这一种小苍蓝 搭配着淡淡的粉红玫瑰带有花粉味的这种白花香 再结合着这种带有洁净感的色香是白色香的气味 香水的基调当中或者说在皮肤的残留 还会一直漂浮着一股像是婴儿爽生粉一般 或者说那种花香肥皂的香气 它是一股呢就不单单是男生啦 我感觉我闻到女生的身上有这一股的香气 它都会给到我一种非常软萌的 让我不自觉的产生保护欲的那种 Typical的 展南香的那种气味 就是那种男生会忍不住摸摸他的头 宠爱他 我这一个女生在他的身边 就马上会变成姐姐妈妈 感觉的那种气味 如果你是想要找一瓶花香搭配着爽生粉感觉的香水 或者一瓶能激发起男生的保护欲 甚至是女生都想保护你的那一种香水的话 那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可惜啦 对于我这种阿姨来说 年纪稍长的女生来说呢 这一款软萌的气味呢 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我啦 而且对于已经有过不少香水 买过不少香水 闻过不少香水的人来说呢 这瓶气味真的没有太多的记忆点啦 这也绝对会是我对这瓶香水最大的一个诟病 好那影片最后呢 当然要在几个常规的标准线上来为这瓶香水打一下分数啦 首先来说这瓶香水的扩香能力和持香能力吧 刚才我就说了Nasiso的整个品牌呢 我觉得他们的扩香能力持香能力 这两方面都是他们很大的优势 然而在这瓶香水当中呢 我觉得这个优势并没有那么的强烈 这瓶香水呢 我喷四到六下的情况下呢 一个小时之内伸手的距离都会非常的明显 但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越往后 它的香水真的变得越来越贴富 扩香能力呢 在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会迅速的降低不少 然而这瓶香水呢 它虽然很贴富 但是它的持香能力 在设计师香水里面来说呢 我觉得还是很不赖的 如果你喷到衣物上面的话呢 七八个小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感觉这种爽生粉的气味啊 它虽然贴富 但持香力还是很不赖的 只是相对起Nasiso整个品牌来说呢 它的扩香能力和持香能力 并不算是最优秀的那几瓶啦 接下来就说一下大众讨好度啦 这瓶香水呢 单纯说大众讨好度的话 我觉得是蛮高的 就像我影片开出的时候有说到 这瓶香水如果别人送到给你 我感觉除非你是讨厌色香掉的气味 要不的话 应该大部分人都绝对能找到机会 时间来用到它吧 最后呢就来说一下 这瓶香水的创意度和独特性了 这个绝对是这瓶香水于我而言最低分的部分 如果五分满分的话 我真的只愿意给一分半两分耶 就这种花香搭配着爽生粉白色香的气味 女香当中真的不少耶 它只是把白色香的气味进一步的放大了 去迎合到这种喜欢洁净感啊 享受造感爽生粉气味的女生人群 所以最后总结一句呢 就是这瓶新的Narciso Crystal的香水呢 绝对不是一个难闻的气味 只是在Narciso他们家 有那么多优秀香水的前提之下呢 这瓶不会是我向你推荐的一瓶香水啦 如果你对这瓶香水有兴趣呢 看到了还是不妨可以去闻闻看啦 如果有闻过这瓶新香水的你呢 也不妨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让我们大家有更多的参考咯 那希望今天这个小小的影片呢 对你选择产品上面有一定的帮助吧 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给我一个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